人生的富有 你我的追求 有誰會說夠 今生無緣有 男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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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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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昌晚家人大家午安 晚安 是座園還是中和 那記錄昌晚已經有了很多的時間 那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確實讓自己的心靈有很大的提升 那從不知道何味正負能量 一直到最後了解到什麼叫正負能量 這份能量對自己以及家庭帶來什麼樣子的改變 確實真的是純逼在心頭 那這個當中確實在父子的這一塊 也讓我在孩子的身體健康上面 真的得到了一個比較大的富足 那之前因為這個孩子也常常會有陰導的現象 那這個當中我知道說只有自己的活之良具足 能夠跨解孩子身體的這些種種的問題 那老師也常常講到說 如果指你的不是 指你的種種的問題都是父母缺德 那這個缺德呢 只有我自己有感深受 因為我的先生呢 他在這一塊上面 他還不是很認同 那像今天早上我也在跟他提到我說 超奶真的很好耶 你要不要進來一起學習 他跟我講說我的道德經也差不多了 所以我還是把我的道德經操完再說吧 那他就說提了很多 他說幾乎所有的學習都是經過你提點 然後我就進去跟著學習 可是你之前的提點提了很多我覺得不怎麼樣 然後我就說超奶真的很不一樣 他可以讓我們的整個的身心靈提升 而且不只能改變現在 他可以讓我們的來勢喔 也跟著做改變 然後他就回了我的句 他說 我為什麼沒有看到你我有成就 他說等到你真的很有成就的時候 你再來度我好了 所以我現在正在問他的這一句話 正在做努力 我在想說 我今天一定要 今生一定要有成就 我有個成就之後 我一定要度你 然後度了你之後 你就可以度你 對朋友 所以呢 要度那麼多人 一定要先把自己 先把自己的身體先給解決了 所以剛剛讀到富有的這一段書 我也是在思考 欸剛剛健良同學已經講到說 欸他在家裡改變了很多 改變了富德 富榮 好的等等 所以我在想說 嗯 那我自己呢 這一方面的富德富榮 可能也還沒有做得很實 因為我很喜歡我的工作 幾乎把我所有的時間 都投入在我的工作裡面 那確實呢 也對家庭呢 這一塊呢 有一點疏離了 那幾乎一到六 都是我工作的時間 那禮拜天呢 嗯 除了充滿 那還是我的工作 所以呢 我會覺得說 在這個家人的這個情感上面啊 確實是我必須要圓滿的 那就像近南剛才講到說 你要圓滿很多東西 要先圓滿自己的家人 先成 要成佛大的先成人道 所以剛才然後的這一段話 真的是 在我的腦海裡面 產生了很大的化學變化了 所以讓我自己呢 在我們的課室裡面 聽著大家的分享 那也開始對自己的各方面 可以有做一個檢討 做一個想要做一個補貨 想要讓自己更各方面呢 能夠以自己更上一層樓之好 可以帶動更好的家人 然後也可以因為自己的努力 成為一個發光體 期許自己也是一個發光體 而可以去影響更多的 世界上更多的有緣人 那超滿呢 在老師的帶領 跟秘密長的帶領之下 確實讓我們很多人都受益 那我也因為呢 在老師跟秘密長的帶領之下 因自己的學習喔 感受到自己真的是很發興 所以只要自己呢 心情不是很愉悅的時候 只要有超滿的任何有關事項 那我就會忘記我的不愉悅了 就會開始沉浸在這種氛圍裡面 或許這樣子的氛圍也是引起了 家人的煩惱心 就覺得我一點走口入魔了 所以這個都是我自己沒有察覺到 那剛剛見了的分享 讓我開始察覺到 把自己好像有這方面的問題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可以感受自己 那在超滿的學習過程裡面 我們最大的受益 就是不再怪罪 不再怪罪任何人喔 都是知道說 是因為自己的不對 而會從自己的問題 來找一個原因 然後藉由自己的苦惑 讓自己可以更加的成長 那老師給我們很多的如意出喔 那營造展面都是我們最好的學習喔 但是看到很多家人的改變 其實我們都知道超滿是真實不虛的 那自己的原理改變都是自己的 自己要去做一個調整的 那也不需要說因為自己一個的疏忽 而影響到很多人對超滿的觀感很好 所以我覺得說要報答導師 報答騙力 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報警 再做得更加的努力 那就像剛才呢 前面這位大哥講的 當你如果是一隻蒼蠅 你只會跟著他到廁所去 那當你是一隻蒼蠅的時候 那你就會跟著到達 所謂的那個花獨的世界裡面去喔 那我真的相信超滿 真的是派給很多人的富足 那我自己的身心靈的思維 也是跟著這樣子而富足 只是在某方面的調整上 自己還不夠細心喔 還不夠圓滿 所以還不能夠帶給男家人 感覺到富足 所以我覺得每次來的課堂當中 都會找到自己的問題點 那希望藉由這樣子的學習 讓自己的問題點能夠 一一的去除 那去除了之後呢 真的才是讓自己更圓滿 也是報答導師 報答騙力 最好的方法 那真的很感恩秉務展 因為林務展你這樣子的課師 這樣子的 每一堂課 努力的在這樣的課師裡面 為你們相近解除了這樣子的富足 讓我們真的是 有更多更多的體會 那也真的是 期許自己更上一層樓 希望我們下次站在這邊的時候 是可以告訴大家 我非常非常的富足 感恩秉務展覆大家的明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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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